这大国的形式就是此起彼伏 楚国在楚庄王时代开始崛起 而晋国这个时候 他又出事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有无厘头的思维 希望楚庄王跟晋文公 跟秦木公 或者跟齐桓公较量 看谁更厉害 但是强国的厉害 往往是此起彼伏 在对手弱的时候 他崛起了 前面提到过 晋国在晋象公去世以后 因为立谁做国君 引起了争议 最终赵顿突然改变了主意 立了年龄幼小的太子 随着岁月的流逝 历史上被称为晋林公的小孩 他长大了 长大了就要显示出长大的信息 就不能什么事就听赵顿的 于是就与赵顿 发生了矛盾 史书把恶评都给了晋明公 但赵顿也未必能得到好评 只是两个人的分歧却是事实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事 公元前612年 赵顿率领军队讨伐七国 行军途中 突然传来国君要退军的消息 赵顿一头雾水 撤军回去一问 才知道晋林公收了人家的好处 所以让已经在路上的赵顿 撤军 这事让赵顿有点难堪 而且通过这件事情 他也让其他诸侯知道 晋林公长大了 赵顿已经慢慢的靠边站了 不管赵顿多难对付 只要贿赂了晋林公 多大的事都能摆平 晋林公他要亲政了 晋林公亲政了 长大的晋林公显然没有好口碑 楚庄王三年不明 却是一个披着花花公子外衣的强人 而晋林公却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 史书上说 他喜欢站在高坛上 用弹弓设计过往的行人 然后看着他们暴图鼠串的样子 特别高兴 他很享受 很快乐 有一天呢 赵顿与世慧准备去觐见晋林公 看到几个宫女抬着一个波脊 外面露出了一只手 很奇怪 就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问才知道呢 是晋林公呢 在曹剑人命 杀了厨师 让宫女抬着厨师的尸体 扔出去 这晋林公为什么要杀厨师呢 因为晋林公要吃熊掌 厨师没有把熊掌炖 所以把厨师杀了 你想想在一个宫廷里边做厨师 他容易嘛 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因此过去的匠人呢 他一定要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世慧赵顿等晋国大夫 都先后去劝谴过晋林公 要如何如何的勤政爱民 要如何如何的治理朝政 这晋林公呢 害怕赵顿的权势 表面上连连点头称势 但内心里根本就不服 晋林公正知青春期 叛逆心里强 赵顿说多了 他反而烦 这一烦就有想法了 而晋林公身边呢 也不乏烦赵顿的人 所以不久 晋林公就派遣杀手 准备去干掉赵顿 但是 晋林公这个想法不错 但是他的杀手没选好 杀手应该没有思想 没有主张 就像一台杀人机器 雇主给了钱 收了钱 让杀谁就杀谁 但这个杀手呢 偏偏是有思想的 他埋伏在赵顿家 透过赵顿的内室敞开着的门 看到赵顿的住处 极其简朴 而且一大早 赵顿就传戴整齐 准备上朝 这个杀手就动摇了 退出来叹息道 杀忠臣 这罪是要死的 违背君王的命令 这罪一样是要死的 杀死忠臣 违背君王的命令 这罪呢 都是一样的死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他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 就自己撞树 自杀了 这是史记的记载 这里的漏洞是 杀死都要死了 他说的话是谁听到的 如果有人听到 那听到的人 未必就不是一个杀手 如果是猜测 那么我们也可以猜测 杀手可能被杀 然后转移现场 然后制造有利于赵顿的言论或故事 因此 这个故事呢 他是有疑点的 派杀手杀赵顿不成 金陵宫就又生了一击 他设宴款待赵顿 准备在西间呢 派刀夫手和恶狗 人狗一起上 干掉赵顿 但是这次赵顿呢 又逃脱了 这次逃脱 要归功于赵顿之前做的善事 所以 人没事呢 一定要多做好事 做善事 一定会有好报的 赵顿做的这个好事 发生在多年以前 有一次赵顿进山打猎 在打猎的过程中 看到桑树下有一个人 啊 那个疲惫不堪 饿极了的样子 赵顿就发善心 给了他一些食物 结果呢 那个人只吃了一半 他就不吃了 按照他那个饥饿状态 那根本不够他吃 啊 不应该这样 赵顿就问他 为什么不吃完 那人回答 我已经出门三年了 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在人间 我想把剩下的这一半呢 留给我的母亲 赵顿很感动 对这样有孝心的人呢 不能吝啬 于是 他又给了他一些饭 和一些肉 让他回去 孝敬自己的母亲 不久呢 这个人就进了 静灵宫的宫殿 成为静灵宫的新厨师 这个人呢 叫石咪明 石咪明 静灵宫要杀赵顿 买伏好士兵 计划在酒席宴上动手 石咪明 作为静灵宫的厨师 他知道以后 就想办法营救赵顿 以报当年之恩 他担心 赵顿 酒喝多了 喝醉了 起不来身 就上前劝说赵顿 说君王 赐您喝酒 只喝三杯 就足够了 赵顿是什么人 自然能听懂他的意思 知道情况不妙 所以就准备提前离开 赵顿走的时候 静灵宫埋伏的士兵还没有集合好 只好先放出一条恶狗 追杀赵顿 石咪明挡在赵顿的身前 徒手 杀了恶狗 接着 静灵宫指挥埋伏的士兵 追赶赵顿 石咪明就抵抗静灵宫的士兵 士兵不能靠近 赵顿趁机得以逃脱 逃脱之前 赵顿不忘 回头问 这个石咪明 为什么要救自己 石咪明说 我就是桑树下那个恶汉 赵顿要问他的名字 他没有说 此后 石咪明就消失了 石咪明还了自己的恩情债 他的生活呢 他以后的生活 一定是问心无愧的 国军要杀你 你能往哪跑 赵顿只能逃往国外 但还是没有 约出晋国的国境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在较真儿的赵国人看来 出国境和没出国境 这意义大了 就像我们现在判断一个杀人犯 他过了14岁和没有过14岁 成人和没成人 他区别大了 那么在那个时候 赵顿逃亡 他出了晋国和没出晋国呢 那意义大了 赵顿没有逃出晋国的国军 但赵顿的足弟赵川 就在桃园 趁机杀死了靖灵公 然后通知赵顿回来 这赵顿呢 一向很尊贵 也很得民心 而靖灵公呢 正好相反 所以杀了靖灵公 赵顿和赵氏家族呢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只是 晋国的太史 董胡 做了这样的记载 赵顿 杀死了自己的国军 赵顿说 杀死国军的是赵川 他不是我呀 董胡说 你是正秦 你逃跑了 但没有逃出晋国国境 你回来了 也没有杀死作乱的人 他不是你还是谁呢 后来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 觉得赵顿可惜 如果赵顿逃出国境 也就可以免除罪名了 靖灵公死了 赵顿就立 靖灵公的叔叔 靖相公的弟弟 靖文公的儿子 公子黑豚 为晋国的新国军 史称靖臣公 晋国的内乱 告一段落 但是晋国的内乱呢 为楚庄王北上 提供了 有利的事迹 这个时候 楚庄王 已经 收拾了 镇国